钟平座马那个时候已经生病了 然后他们都会 好几个朋友都会 还是不断地在谈论钟平座马 然后他们会在讨论 打电话去问钟平座马 钟平座马问他说 这些斗争结束了吗 然后他们一群人都非常惊恐 就说他还活在那个时代 可是我们都已经放弃了 我们都已经被受编了 对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 这瓶酒是什么酒 这瓶酒是什么酒 对 就你说很好喝的这瓶酒 就是我从成品买的 我现在都在成品买酒了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 去别的地方买酒 太忙了这样子 然后这瓶酒 我就是说今天啊 这个时间 我本来一直很犹豫 我不知道是要成品最近的评论会 然后那个 可是后来我决定 大意乱起来上这个节目 好 因为 算了就这样 好 关若英发现生活的艺术 您听微妙的声音 今天很开心 邀请雅记画廊的负责人 黄雅记小姐 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这一次呢 我们会做两集的节目 那这个是雅记提出来的 因为 是我提的吗 有没有 因为我本来当初想 因为我们最近很忙而已啦 我们最近活动跟展览很多 不是我提的 是啊 没有 当然是我 我想要雅记来讲 因为雅记办的展览 我一直都觉得很棒 那这个 他最近办的两个 比较有名的展览 一个就是正在关渡美术馆展的Provoke 这个展览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七等生 那后来呢 我本来想访这个七等生 这个事情的 那后来雅记就说 那这个东西跟Provoke 它其实有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的连结 那就一起来谈 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这样当然可以跟大家可以 分享更多的内容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一起Provoke 一起七等生 那我们现在是先做Provoke 那雅记的准备两瓶酒 对 因为听说要讲两个小时 一瓶酒怎么会够 好的也是啦 那这个呢 在关美馆这个展览 挑衅世界对中心主义的反抗 这个摄影展 这个很特别 因为挑衅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人比较熟知的 拍照人 里面大概有很多很优秀的 这个摄影人组成 但是最被台湾所知道 或许是中平着马 跟深山大道 那雅记你可以稍微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挑衅的这个历史背景 对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有挑衅 挑衅出版上面杂志 在那个时期 为什么会这个刊物的诞生 那后来为什么他对日本的摄影史 甚至文化还有艺术 影响到整个日本的世代 还有全世界 对于这个摄影的想法 可以稍微请你分享一下 其实如果真的细说 挑衅的 但是它是一个蛮长的story 就是事实上 他真的可以追溯到 深山大道为何来到东京 然后中平族马 为何从一个评论家 回归变成一个摄影家 那这中间都有很多的 复杂的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单单说 他们两个就想说 我们来做 而且事实上是 深山大道后来加入了 第二集以后 主要是中平族马 跟多姆浩尔这两个 突然之后发现 我们两个说 他其实中间 前面确实有一个 很长的过程 那包括 中平族马 他本身一直以来 对于政治的关心 然后包括日本的 日本的社会经济的背景 就是 然后面对着学生们 或者是大众们 面对着这个 跟美国的关系 然后到 如果从艺术面 其实是深山大道 比较关心的那面 就是 其实他们在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团体 叫Vivo的 这个团体的成立 那里面有一些 灵魂人物 确实开创了 日本摄影的 一个新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 最近 其实如果各位 是比较关心摄影的话 其实在日本 最近有一个新的展览 叫做 日本协证家协会 他们其实很特别 他们是协证家协会 就是摄影家协会 他们 确实是我们心目中 想象的 比较古板的那种协会 他们其实每十几年 都会做一个 比较大的回顾展 就是整理过去 十年或二十年之间的 日本摄影 所以其实 当时 这个展览 这个系列展览的 第一个展览 就是叫做 日本写真一百年 那当时 他们在做 这个展览的时候 东宋照明就邀请了 多么好个 中品卓马 还有一些其他的 摄影家参与 这个展览的策划 那他们要整理 非常多的摄影作品 其实这个 真的挑衅的 最初的源头 如果不要讲 社会政治的背景 我觉得那个是 一个大环境 真的 我就启发的 诱发的一个 导火点 可能就是他们去 整理这些作品 他们说他们看了 因为侯蓬威 侯教授之前有来 我们这边做演讲 好像是 我也忘记数字了 不过大概三十几万张的照片 从里面选出三万张 然后再减减减减减到 可能一些作品 去做展览 然后这些 日本写的一百年 其实就是回顾 从摄影诞生年代的时候 开始的摄影作品 有关于日本 其实真的还蛮像 现在在 摄影文化作品 做的这个展览 没有 我突然想了一个 好笑的事情 讲得太严肃了 不是不是 没有啦 应该是说 你讲这个东西 我想一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后来 他们挑照片 其实挑不是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照片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不讲什么 但是我讲一个 曾经摄影中心 跟我聊的一个话题 很多年前 就开玩笑说 他们一直在整理照片 整理到好多水牛的照片 大概是个意思啦 对 可是 他们可能也 他们在那样的时代背景 可能因为 每一个区域 有每个区的属性 如果以即时摄影来讲 他们可能有一些东西 会常被记录到 那或许这个就是 那时候他们在挑演照片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好像 他们觉得照片的意义 好像有点就这样子被 对 其实有 我觉得 当然我没有办法 跟钟平中马 去聊这件事情 但是 我觉得他的概念 跟 我们今天 比如不管是 摄影幕后中心 或者是我们会想象到的 概念就是 所谓观者 被观者之间的这种 权利关系 以外 我觉得他们想到的是 一个更 某程度是更接近 艺术家创作的方法 就是 这些无明事的作品 其实某程度看起来 非常具有强度 就是 而且他们 怎么讲 我觉得他的东西不是在 去讲谁看谁 而是就画面本身 所散发出来的 这种强度跟他 以及跟可能可以跟 当时原本诠释的 那个方式的脱节的可能性 他们其实走中脑上是这一点 对反而不像 我觉得我们经常会 深陷在我们身处于 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地 去看或被看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们完全跳脱 就是单纯就从视频面上的 东西告诉你什么去决定 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当时整理这些作品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所发生的质疑是 不是说是谁看我或我看谁 而是摄影家到底是什么 什么摄影的 摄影跟艺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他们才会有了之后的挑衅 所以挑衅他最大的一个重点 他的宣言就是为了挑发思想的一个资料 他并不觉得摄影是一种权利关系 当然摄影当然是一种权利关系 但他们更着重的是 怎么说 或许不要是一种签名 比如说他的风格或什么 或是好像刻意要呈现什么事情 而是回到照片本身 让照片讲话 对另外 因为其实照片的解读是有非常多种 那其实最后影像的解读是依赖文字 他们就是有没有在讲说 有没有可能让照片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传播 而不需要靠文字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挑衅 所以挑衅的最初的 回到一开始的题目 就是挑衅最初的这一个源头 或者是不能说 应该说大家 我们现在都会讲很多社会政治的背景 但是他最初的源头确实是 这个展览 就跟他接触到 他们接触到很多无名式的照片 对我不晓得作为一个创作者 如果你看了很多无名式的照片 心里有很多的震怀 说你会不会回头想说 那你今天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跟艺术家之间 你为什么是艺术家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回想或者是探讨 他们这个点很好 这个点我觉得有个很关键 就是选择那么多那么多照片里面 去比如说策展 或是找到一种关联性 因为当评审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包括我常去 我觉得教课的时候 我常看到很多国小小朋友拍的 我都觉得都比专业摄影师好 真的 我理解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现在是有个小孩 我也会觉得 可是 所以有的时候在想 人真的是一个 被社会化以后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相信如果还是回到一个 就是说 怎么样 本真 这个很难 这个永远是很难 因为人很容易就会被很多事情影响 他就觉得 比如说我最常会举例这个事情 就是 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举办小朋友摄影大赛 可是我举办小朋友 不过竞赛本身 就是赋予 社会化的过程 对 所以 可是我 就是收编的过程 对 也是收编 对 当然是收编 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是 我希望是说不要分名次 我在提这个idea的时候 是 如果只有前三名 那其他人怎么办 我希望是广泛 可能所有的 就是当然不能说太差 我希望选出的很多 我是想让大家看 有点像是他们在选择那个过程 想要分享 那因为这些人对跟我们这种创作者 可能想法不一样 我们创作者可能会觉得说 哎就要怎样怎样 可是一般人他的照片 他觉得他无心之下拍的照片 被选择到或展出 他搞不好就很开心 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想的是说 如果我们能知道那么多小朋友 或是非职业训练的人拍的照片 可以那么好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的摄影专业 是应该帮那些人找出 他们有不错的作品 我是想象是这样子 如果这样讲 又是另外一句 不过这个一点 我就让我想到 《钟平捉马》的那个循环的作品 就我觉得在 《钟平捉马》循环的那个作品 某种程度有一点也有这种意味 他可能他只是 他同时扮演了各种不同的小朋友 不过他就是一种 我其实一直觉得《钟平捉马》 那个循环那个系列 如果各位去官媒官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 贴在墙上的东西 我这次的展览 这一次现场的呈现 我觉得他很 很直接 很平时 然后跟人很近 的那个感觉非常好 然后另外就是 我认真也觉得 他的视角 确实非常的 像小朋友 就是他其实是 没有任何意识的 的照片 可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 这个这个是很复杂 我觉得我觉得需要 易评价好好的在整理 不过 因为他类似这东西的 相较之下 看起来 壮士无意识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具有思想高度 就是他如何在 一个影像里面 同时呈现这两面 我一直觉得是 《钟平捉马》 非常高超的地方 就他 其实这是后来 为什么我们会讲到 他为什么会跟 李宇焕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调论好像很快 就他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很多物派的概念 其实在 《钟平捉马》里面 实践 就是他看 看似无为 里面的是有为 就是他看起来是 任何没有任何 作为的影像里面 其实充满了 高度的思想性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物派的 所追求的极致 是 我帮听众朋友 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这次这个展览 很有趣的是 有分三个大项目 第一个是挑衅与行动主义 从挑衅是怎么 这群人怎么被影响 他们一些前辈 艺术家 影响之下 他们创这个杂志 三期 所以现场有 雅记就直接 他们在策展的时候 就直接把三期的杂志 贴在墙上 摊开 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 我们常会这样讲 我们的翻书 现在时代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是数位时代 所以大家很多没有翻书的经验 但是翻书一页一页翻 也没有你把整本书拆掉 然后整个摊在墙壁上 你能够来看到它的叙事性 还有它的流动感 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可是不只是影像本身 因为在现场的时候 旁边的桌子上面 还有杂志里面的翻译内文 可以去参照 再来 这部分就是比较 是挑衅本身 但是雅记他们 这次做了一件事情 很有趣事 刚刚为什么讲物派 因为雅记把当下 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也很结束了艺术家的 他让他们对话 比如说挑衅与物派之间的关系 中平总法跟李宇焕之间的关系 所以刚刚雅记才会提到 甚至还有什么 挑衅与资本写实主义的关系 斯安大奥跟希格马普尔克 他们的对话 所以同时代的人 可能政治文化 全球化的状态下 产生了很多激荡 他们有很多的对话方法 只是用不同方式呈现 但是毕竟了解就是了解 感受得到就是感受得到 这些人会因此而产生某种连结 你好像我们虽然不同的东西 可是你跟我思考是一样 你跟我想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才会像刚刚雅记说到的 物派这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 好物派的基本 可以稍微形容一下 用石头嘛 对不对 用钢板嘛 用一些 好像我们看似 很像很随意的物财 有点物质性 但它本身却有赋予更大的符号意义 还有背后的价值 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到很有趣 你要到高超这件事情 乍看之下 因为很多人看忠明佐马的作品也常常会 因为上次 完全明白 但是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看完忠明佐马纪录片 因为上次我们跟Gillow 我们讲到忠明佐马那个片子 看完以后我完全对忠明佐马改观 因为我以前觉得忠明佐马是一个很严厉的 很严酷的 就是很 他应该生病以前 应该是蛮严酷 对对 可能生病以前 可是后来看到他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真是觉得一个好温暖的老先生 他骑着脚踏车 每天去记录 因为他觉得摄影就像他呼吸一样 他就是想要去实践 所以这可能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昵称 叫做成为相机的男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开始觉得 很意外 而且通常我觉得都需要一个媒介 比如说我看那个纪录片 然后我看他大量的出版物 跟了解到他怎么样呈现他的作品以后 慢慢再回去想要理解他的思想 因为这就是艺术最有趣的地方 我们刚刚也在讲收编不收编 就是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艺术总是这样子 就是有些东西是很极具感性的 有些东西是极具论述的 跟思考逻辑的 但是有些 如果一个作品当下没办法给你那么多感受的话 你搞不好没办法去看他论述 有些东西是需要论述去讲的 可是有些东西论述写的很好 你看的作品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 但是我觉得照相这个事情就是很有趣 照相或许跟别的艺术比起来 因为他某种程度或许也是中平中华还在讲的 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好像看似 你说是小朋友的眼睛看到的一个视角 对 但是我觉得做摄影的人可能就会看得懂 我觉得他每一张还是很赞的 先分两个就看 你依然提到每一张都很赞 其实像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次中平中华的个站 然后我们来了一位资深厂家 他大概就是我们爸爸的年纪 然后他平常也不收摄影 然后可能是收现代艺术比较多 然后东东东来看完以后 我本来想说 糟糕我还要跟他介绍中平中华 这超难介绍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懂 可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讶异 他说这个艺术家非常具有思想高度 就是我觉得他说我是看不懂 可是我觉得他非常有 他的东西里面都有一种思想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 这个东西还是能够传递的 像我们像我自己偏好的艺术家 就是你不是在讲故事 而是你是在讲思想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跟 这一个类型的艺术家 非常的契合 那然后回到 回到物派那时候李宇焕 回到物派就是其实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点 就是摄影家或许跟其他艺术家不一样 我觉得这点有点通 其实摄影家 为什么会可以跟物派的理论那么契合 就是因为摄影家他永远都必须仰赖外者 就是你当然可以白拍嘛 你当然可以 也是有没有相机的摄影啦 但是基本上普遍80%的 就算是白拍你也是依赖外物嘛 不是你从 就算你手做了一个场景也是 他有一个对象存在 就是摄影他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在 就是他一定是仰赖外在世界的 可以这么形容吗 现成物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其实物派就是也是一样 他其实是讲求 他必定要有一个物质存在 所以其实为什么 钟平琢磨 他跟李宇焕他们可以那么亲密 就他们其实是个非常好朋友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 几乎可以讲到后面 跟其他人生有关系 就是那个年代 我当然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身处在那个年代 可是起码我在我跟 那个时代研究者 他们是说 当时的年代其实 没有像现在 什么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艺术圈都是艺术圈 摄影圈就是摄影圈 文化圈就是文化圈 他们其实是一体的 就是 钟平总马也跟音乐 玩音乐的人在一起 然后也跟李宇焕他们非常好 也跟评论家非常好 就他们其实是一个共有的圈子 共同的语言是酒这样 这个应该是药吧 我李宇焕也还好 可是这个最后延续到后面的 这个资本主义 写实主义的话题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 真的蛮有趣的 就那所以他其实 他钟平总马其实跟李宇焕也很好 所以这个好其实也是到 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看一些文献 才会发现其实 李宇焕跟资产串平一直到 不能说晚年 就是一直到1990年代 到2000年代 他们还是会回去 愿意回去谈钟平总马 愿意回去谈钟平总马的艺术 或者是他这个人 可见他们的当时的私教 一定是非常好 对那 盛平在资产串平的访谈里面都会 他其实不是要讲钟平总马 就是不是为了钟平总马专辑 什么做的一个访谈 而是他在这个人 就是在谈他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都会说他们 钟平总马那个时候已经生病了 然后他们都会 好几个朋友都会 还是不断地在谈论钟平总马 然后他们会在讨论 打电话去问钟平总马 钟平总马问他说 这些斗争结束了吗 然后他们一群人都非常的惊恐 就说他还活在那个时代 可是我们都已经放弃了 我们都已经被收编了 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确实 其实摄影师很难被收编 因为作品都不太贵 什么我就不要吧 没有啦 好不要开玩笑 对对对 但没有他的 对没有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没有我觉得 我刚刚讲的是另外一个点 就是因为他 跟他那些好朋友 后来很多人变得 真的是很重要的艺术家 对 不只是名气 是连他们的作品也到了很高的价格 所以是多少会影响 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 你看很多专门在 铁铁即时摄影师 铁报道摄影师 他们可能很多作品 因为大家知道吗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摄影作品拍人 尤其是黑白的 很难卖 尤其是华人社会 发现有家里面黑白照片 有人的 都觉得都不太想买 可是这不代表说 这作品好不好 这个真的没有关系 这跟一些喜好 还有什么有关系 或是习俗之类的 那所以我在想说 因为创作的东西 是一种延续嘛 你要怎么不断的去 去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种外来的力量 那有些人搞不就是 你知道就是 他就是铁 都会成为相机的男人 有一种那种 我就是要一直不断的 因为那个纪录片里面 很有趣 就是Takaki Homa 拍的那个纪录片 他也是 他们跑去冲绳 他跟荒芜跟深山 还有就是 也是他们 那个名字 我会突然忘记 影响他们办Provoke 东松 对东松 他们就去冲绳 为了东松的展览 对 就 大家也都在笑 因为只有中平最严肃 你们要讨论一下 美军跟日本 这个的关系 然后什么什么的 那大家都其实就是 可能 其实就我理解 日本人的 尊师重道的习心 那个场面是真的非常尴尬 OK 那 我觉得可以用悲剧形容 我真的认为 可是两支纪录片 其实都拍了那件事情 可见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也不会在摄影圈 再被讨论 我觉得可能就是 类似太尴尬到 可足以进口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非常复杂 就第一个 比如说像深山大道 他 他一定是最尴尬的人 因为东松赵明 是他最好的老师 而且 其实深山大道是一个 非常nice的人 他是甜蜜座的 跟我说 OK 他十月十号生日 过庆日 过庆日 他非常非常 我觉得他是 深山大道本来就是 一个nice的人 就是他是八面玲珑的人 而且他非常尊师重道 我也是 就是他是一个 天秘座性格的人 然后他在那个场面 一定非常非常尴尬 就是你看 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去挑衅他的老师 我觉得他真的超惨的 可是他最后 对啊 他一直拍 中平桌妈 对不对 他一直拍 一直拍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当然中平桌妈 毕竟 我不晓得他如果 因为他那时候 已经是病后了 他到底如果是一个 正常的人的话 他会不会坐则举动 我真的是 也无法预料 但是 其实我们 我们这次主题 在讲 我刚刚 我们这个话题 怎么走到这边来的 就是我们开始聊到 这个 因为中平桌妈 绝对是挑衅 因为包括 他后来在做的事情 也是一直不断挑衅 这已经变成他的一个 精神 雅基现在手机一直响 然后他把手机 放在另外一个椅子上 然后用脚拔 踢得很远很远 OK 就是 因为他可能就是 搞不好 大家在讲到这个事情 都一直想到中平桌妈 因为中平桌妈 有很多的创作跟著作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得 跟过去的自己 说拜拜 甚至他还把 他的底片都烧掉 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 好啊 我们拉回来 我们拉回来好了 对不对 好 那那个时候 可是我们讲一下形式好了 内容是这样子 包括我今天 我第一天就去看过 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Provoke的展览 有个特色 他在官媒馆展 那官媒馆现在 也有展那样美之 所以呢 那样美之的展览 到现在还是要排队 各位我们都不用排队 对 你就打啦啦的走进来 你就说我要看Provoke 你就直接从手边折下去 对 好 那讲到这边就是说 我今天要去看了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点 来讲的话 那个思想以外 为什么他们当初都会 喜欢在照片的呈现上 喜欢用 比如说像中平桌妈 跟山大早期喜欢用的 出粒子 摇画 甚至有点 好像反以前的那种完美 要清楚 故意不清楚都没关系 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们会 大家都想要朝那个方向去走 在形式上面 其实第一个当然 一定会听到的还是 那个William Klein 就是William Klein 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还是 某种程度是 跟所谓的体制中心有关啦 因为William Klein 在当时也没有那么 当然他出了书 也是非常的火热 甚至在板 但是事实上 那个时候美国 虽然他是欧洲人 虽然他是美国人 去欧洲 但虽然在那时候美国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MOMA的系统 其实我有的时候 会把这种 深山大早跟中平桌妈 对MOMA的系统 做一个比对 确实也能够明白 他们两个 置于美国摄影的 一个非常独特的 点在 所以 其实我觉得 MOMA系统 或者是所谓的 美国的 摄影系统 它还是有所谓的 fine的这个东西 在里面 就是不管你是 走到了Diana 阿波斯 这种非常 你的内容 非常的 挑衅好了 如果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词 就非常的挑衅 可是他的 所谓的 他的视觉呈现 还是一个 在所谓 fine的 就是在一个艺术的 框架里面 舒服的 相对 没有 那个舒服应该是说 对他可能拍极型人 他可能拍被社会 所比较 忽略的人 或是排挤的人 但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他还是用一个 稍微 你的fine的意思 是不是 稍微相对的是 比较美 比较正式 比较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从他们 从战前的摄影传统开始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 对于 摄影这件事情 对于画面这件事情 是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 你今天不管内容 是多么挑衅 你的思想多么挑衅 可是你的内容 你的视觉 就是这是一个 必须要达到的 作为一位摄影家 或是艺术家 必须要达到 可是 深山大道 他们就是对抗 他们 我觉得他们跟William Klein 就是对抗的 就是这个东西 那 我再问一下 这个跟Robert Frank有关系吗 其实是也有关系 可是好像 在我认知的里面 大家对Robert Frank 没有那么那么的 亲切 因为其实他的美国人 某种程度 并没有那么 该怎么说 就我觉得他的视觉上 没有那么多的超级 他有点居在两个人的中间 就是他两个派系的中间 我懂 大概吧 还是规规矩矩 但是比较 比较 比较松 对比较狂放一点点 可是并没有破坏某些事情 对 所以他们 我觉得 当然我不晓得 这个很有趣 这是在那个时代背景发生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看 好像都觉得那些照片都很精彩 可惜在那个时代 就像William Klein 他就在讲说 为什么我要50的镜头 50镜头是单眼在看东西 布列宗是单眼在看东西 对 然后Robert Frank 也骂布列宗说 这个根本就不是 他环游世界 怎么这样子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跟你刚刚讲 我觉得对 Robert Frank可能在中间 对 他在中间 对 因为William Klein 直接就是广角镜头 然后更加就是反正黑白底片 就是可能也回到一个当下要使用的方法 我们就破冲 我们不想用闪灯 就哇 广角也不用对焦 就直接很近距离的按快门 所以这个或许就真的是一个 很直接很强烈的 就是要跟过去 就是挑衅了啦 其实William Klein 很多照片就是挑衅的感觉这样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日本这群人确实是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音乐机会 刚好这些东西流露了 就是William Klein 特别流露了日本 让他们也能够 有这个idea去启发他们 可是确实这也 我今天下午去那个摄影文化中心 那个 刚刚讲 所以策展人那个军业 他也蛮好的 他跟我分享 他去 因为他做东南亚摄影的研究 他就提到了一件事 他说印尼有非常多的 应该是印尼吧 还是泰国 印尼有非常多的摄影家 他们非常喜欢深山大道 然后他们全部都用深山大道的那种风格 然后这个反而就是 中平中马克深山大道 我觉得深山大道可能比较好 中平中马克最反感 就是他们的 当初为了去抵抗 因为有时空背景有没有关系吗 就当你刚刚讲 当初是为了去抵抗 中心 当初是为了去抵抗他们这种 所谓的传统的风格好了 或是所谓既定的风格 他们所创 开创出来的一个 这种摇晃 石胶的风格 反而到了现在 印尼的摄影家 还大量的使用 所以 中平中马克 如果有时战士的话 他们一定会非常崩溃 可是 就是他不希望他变成一种风格 他觉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他烧毁全部的东西 他觉得 他这个做法是失败 这个我们 拉到一个 就是跟物派的连结 这个部分 他那个时候 跟李宇焕的认识 是他们跑去巴黎 参加这个青年双年展 那个时候 他做了一个系列的作品 这个作品里面是 时间循环跟什么 是不是 他的名称稍微长 我也忘记 时间循环事件 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 对不起 他的名字 其实是循环 就是循环 然后点点 然后地点时间 事件 OK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 在ProVoke上面用的一种 这种高反而出例子 的方法 他开始有点想要跟他 告别 或是他对摄影 有一个新的想法 所以他开始 做一个实验 他在现场 可能每天在拍 他遭遇到事情 或展场的人 然后不断的 比如说 在那时候墙面上 贴照片 第二天 我们就把前一天的照片 卸下来 或是有卸吗 还是就直接贴上去 没有卸 一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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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到 就像无限增值一样 不断的不断的贴 他那时候的想法是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其实在 这个文献是我没有读到 我是读美国人的学者 他读到一个文献 他是说 中平佐马其实 先说一件事 中平佐马其实 在去 去法国之前 已经认识李宇焕了 他其实当时 应该跟李宇焕 是因为 中平佐马曾经在 因为那个时候学 学运 所以学校都停课 可是学生 他们会自主邀请一些 外部的人 去学校讲课 那中平佐马其实有去 多摩 艺术大学讲课 那应该是那个时候 认识李宇焕的 所以他应该在 1969年左右 就已经认识李宇焕 但是他们是 1971年去法国 然后 那个时候应该已经 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等于是 去了以后 几乎很多时间都在一起 然后 我要讲什么 他为什么要做 他为什么要做 酒喝不够多 好 先干一下 先干一下 好 来来来 这酒酸酸的还不错 这颜色跟你的法色 还蛮像的 各位我懒头发了 我不是黑发 我来声明一下 然后 我现在看什么 对 就是 他其实 这个不是我自己研究 我是读 我是二手资料 就是美国人 我不知道他的Source 或他的文献 他就知道说 1971年 终于中马去了 法国 其实他那时候 对法国有非常非常多的憧憬 第一个当然是艺术制度 第二个当然 他们当时的 所有的反抗运动 都是1968年的 五月革命开始的 所以 他对于 法国这一个 青年双年展 巴黎青年双年展 具有非常高的期待 结果他到了现场 就发现 他以为会有很多这种 政治性 或者是所谓的 抗争性 很强的作品 就发现 所有作品都被收编了 就所有作品在里面 都显得非常的薄弱 就是即使你要讲政治 也是只是打鞭骨 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 他非常失望 所以他就说 那我要做一个 真正的去让你们 就是真正的反抗 这一个所谓的体制的事情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 等于是一个 即时性的装置 然后就是也是把 艺术家生产的现场 搬到 作家 就是我不给你成品 我永远给你一个现在 就是我永远让你看到 我这个不断的在循环的事情 所以他就等于是 这个 我把studio的感觉 搬到展场这样 他就等于是把 这个循环这个概念 就是 就是我永远都在这里 让你看见 就是我艺术家 不会消失在 作品的后面 他永远都是在那边 贴啦贴啊 然后弄来弄 搞来搞去 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在那边搞来搞去 然后 作品就是永远都是 不断的在争执 就不断的繁衍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主办单位 是不是有不爽 超不爽的 其实我有做摄影的 各位都知道 其实他每天晚上 他每天晚上回去 他朋友家洗照片 然后因为其实时间 应该蛮短的 所以那个都很 很多都没有洗得很干净 就是药水味很臭 然后有些还湿湿的 没有完全干嘛 因为其实应该要一天 才会干嘛 第二天就直接带去 所以又湿答答的 然后又臭臭的 所以他们后来 这整个就是流汤到 流汤到路上 整个话就整个被插测掉 不过 我觉得这个作品 确实是开启了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的视野 这件事情 就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在所谓的 无为里面 去 他因为他 其实整个东西 回到刚刚讲的那个 日本写真 一百年的展览 因为他看到很多 无名的摄影师 他做的所谓的 即时的照片 可是虽然说 具有很强烈的 这个思想的意识 但是说实话 摄影拆穿了 也不过就是 何年何月 在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你不能完全单纯 用即时摄影的角度去看他 他还是有摄影家 很强烈的意念在里面 那如何在这个中间 取得一个摄影家 所想要的无为 我觉得就是 他在循环这件作品里面 所企图去呈现 所以他把这个 这个系列就叫做循环 循环就是他在做的事 他每天早上出门拍照 然后把他去 昨天晚上冲的作品 带到会场去贴 贴完以后 又把他这个 今天那天拍的 在底片回到他朋友家去冲 冲完以后 他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可是循环 不管怎么循环 他的作品总是 不会 就是摄影作品 不会超脱三件事 就是什么 时间地点跟事件 所以他其实 我觉得他 对啊 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作品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们也跟这个 资本写实主义 做了对话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 资本写实主义吗 因为这个名词 可能对台湾人来讲 可能是比较少听到的 因为近几年 台湾的很多艺朗 都会展物派的作品 所以其实很多人 大概都会知道 什么是物派 对 但是资本写实主义 这个倒霉 可是资本写实里面 有几个非常大咖的人 比如说呢 李希特 然后呢 西格马波尔克 这个 这是非常大咖 尤其是李希特 那这个部分是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 生出这样的一个派系 然后跟当下的一个 社会氛围 还有历史背景 有什么关联 其实当时 我们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老实说啦 这个展览的最前段 最前段 大概推到五年以前 我自己在 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推动 就是这一群 日本摄影家的市场 然后就有一个 拍卖公司的高层 跟我说了 他说 如果你还要继续做 这一类型的展览的时候 我不想再看到 他就是在摄影里面 他有没有可能跟 国际间其他的艺术 做一个对比呢 这个其实老实说 这个真的是 对我的一个 脑洞大开 对 脑洞大开 然后我就开始在想啊 然后我确实 第一个想到 当然还是李希特 因为其实李希特 所有的绘画 都跟影像有关 那他自己本身也 不能说摄影啦 就是他的摄影 他会在摄影上面做画 然后他也写过 很强大的 所谓的摄影论 跟绘画论的书籍 然后我就想说 那搞不好 李希特可以 是作为一个 跟中平竹马的对比 所以我就去回去看了 李希特他本人的生平 然后就发现 他们其实正在 1963年的时候 曾经跟几个朋友 权利一个叫资本主义 写实主义的团体嘛 那我就发现 这个其实 如果你撇开 很多细节的话 其实这两个团体 很大的重点 就是他都在 1960年代出生 然后他们都是关心 不要再讲 非常政治的层面 就是他们 都非常关心 绘画跟摄影之间的关系 然后而且他们都 从里面诞生了 这两个国家 那个世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就是 德国的话 就是李希特跟普尔克嘛 那日本的话 就是斯坦德尔跟中平竹嘛 然后更巧的是 他们这两个 各两个人 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其中一个人 都是生活 非常的潦倒 然后吸毒什么的 因为我看 我看 那个后来 我去看李希特的传记 或者是采访 他就谈到普尔克的时候 他就是说 那个人后来 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 他就不断地在吸毒啊 其实在性格上 李希特是比较像 十三大道 他们是规律的 自律的 然后不断地在 在艺术上突破的人 普尔克 就是希尔克 其实比较像中平竹嘛 他们就是吸毒什么 然后很多大胆的尝试 他们的人生之间 他们的创作 也是不断地在有很多 很多 区隔的变化 但是事实上 其实他们 如果从生平或个性上 确实是 李希特对 十三大道 然后普尔克对 中平竹嘛 但是我们 但是在所谓的 艺术的实践上的话 其实我们是把 生三大道跟普尔克 做对比 因为他们在视觉语言上的 运用是比较相近的 那 好 先回到刚刚才到 就是他们 他们同样是 其实两个国家 刚好 我觉得很相近 就两个国家 都是战败国 他们同样面对的是 美国这个样子的 一个突然崛起的 二战后 突然崛起的大国 那 当然 对于日本来讲 是更多 或许我对德国史 研究不足够 但是对日本来讲 更多的是所谓政治的层面 但是德国确实面临的是 很大的文化层面 就是他们 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们当时 确实面临到 瀑布艺术 大量的进入了 德国的 这个文化圈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德国的艺术家 就心里想说 我能不能对抗 瀑布艺术 我们能够做一个 不同于 现在 所谓 世界中心 就是美国的 所谓主流文化的 一个方法 所以他们成立了 这个叫资本主义 显示主义的团体 他们就做了很多 很奇怪的展览 比如说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当时 做的展览都不在画廊 都是在什么百货公司 然后做了很多 很奇怪的继承物 或者是用一些 广告媒体里面 做成的东西 去在百货公司里面 做成列 所以他们其实 也算是蛮挑衅的 但是重点是 这些艺术家包括 我觉得波尔克 是最最主要的 波尔克他其实用了 后来他用了 非常大量的 所谓媒体中的影像 然后用了非常大 跟印刷相关的物体 其实这个东西 某种程度 都是跟瀑布艺术 是相关的 但是他是为了 他其实虽然是 反瀑布艺术 但是他却从里面 抽取了元素 成为他自己 创作的一个核心 那这个东西 确实也跟 深山大道的 后来发展 也很像 就是他用了很多 大量复制的 影像的东西 然后也有了 捐印这样子的手法 就是等于是印刷的 他特地把印刷的 这种质感放到 他的捐印里面 其实跟 他们两个是非常接近的 那个作品 就深山大道 这次作品 在跟 破课对话 那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特别想要了解 因为好像是 他把 因为我想问一下 因为 有点多重曝光 然后又在 原始的 好像一些新闻的 影像上面 在做覆盖 在做变化 这个idea 是怎么来的 因为好像是有一个 你是说poke吧 对不对 是那个 深山 深山有一些 就是他大幅的那些作品 有没有 他是从新闻上面 因为那个展场是这样 我们会先看到 深山可能 就说可能是跟 普普的一种对话吧 他的红唇系列作品 很大片的 很多红唇的一起展现出来 那我们就会想到第一个 可能 安利沃和 普普艺术的 这个康宝罐头 那再来就是 可是他在后面那一块 就是 跟新闻媒体有关系的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讲一下 就其实 深山在1969年的时候 他曾经在 朝日 相机这一本杂志上面 做了一个连载 那个连载叫做 当时叫做 当时叫做意外 后来他2016年的时候 重新编叫丑闻 那他其实就是 他1969年 其实提到 康宝罐头 他1969年的 挑衅的第三期 他其实就 非常类似 对非常类似 普普艺术的 这个手 我们不能说手法 他其实不像 安利沃和 把他一贯一贯 这样独立下 他是拍摄了 很多超市里面 这种普普的 不断重复的影响 那其实老实说 就是很特别的 就是深山大道 跟所谓的Polk 他们其实都 非常受 安利沃和的影响 那当然一个是 完全反对 就Polk是完全反对 普普艺术 虽然他反对 但他有把里面的精髓 拿出来用 深山其实是比较是 他不反对 普普艺术 他反而认为 普普艺术 教他了所谓 摄影的真意 就是重复跟复制 那在这部分的话 他在1969年的时候 他刚回到 刚刚他所说的 这个意外的 这个系列的发表 他其实完全没有 用他自己拍摄的图片 他去翻拍新闻杂志 或者是电视里面 所出现任何的 这种所谓不祥 就是不祥的 什么谋杀啦 车祸啦 最后才会讲 丑人这样子 对 这种镜头 然后他把它 再重新编辑 或者用他的小事 然后甚至加上了 一些网点 然后让他看起来像是 再度变成印刷品 的方式 所以他后来 在2016年 他就重新编辑 他叫丑闻 所以他那个时候 其实他 其实老实说 现在大家看 深山都觉得 他就是一个 拍摄摇晃图片 图片的即时摄影师 但是他在60年代 非常的前卫 他就是用了 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探索摄影的极限 就是其实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想说 什么人要看 什么人要看 谋杀的场景 再被拍一遍 有人想看吗 没有人想看 可是他就是要挑战 你对影像的极限 我就是要给你看 而且我还告诉你 这个是摄影家 重新再做一次的 重新再做一次的影像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有另外一个点 如果我们大家 对于忠明佐马的认识 是这样子 或是现在大家认识 是就像刚刚亚继讲的 摇晃出离子 高反差 但是这一次的 这个挑衅的展览 把他们很多 不同系列作品 都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让很多人去了解到 原来他做了那么多尝试 不只是拍摄方法 就连作品制作方法 比如说 捐印这件事情 比如说凹版印刷 忠明佐马 我看到忠明佐马 那张海报泛黄的时候 我当下不知道那是海报 你知道 我想说 这招片怎么表背 表旁边表那么黄 然后后来我去问 蓝中学 蓝中学说 那是海报 然后我才知道 才知道他那个时候 那张海报是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是你说 可是也不能完全 就海报 就是 凹版印刷 对 他是凹版印刷 就是基本上海报员 但是对他来讲 这个作品 他当时还是送去了 是 巴黎霜年转餐 就是讲一下 会场中间有两件 凹版印刷的作品 其实凹版印刷 确实他在技法上 就是老实说 就是我们所谓的印刷 他真的是跟 他如果你真的细说 他的性质 跟海报没有两样 但是当时的中品卓马 非常喜欢这种 材质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 摄影为什么 一定要是 营业照片 所以他就是 用这个海报 而且 所以他当时 他其实 他参加刚刚所说的 那个很重要的 所谓巴黎青年双年展 其实参加过两次 1969年的时候 他已经受邀 但是他忙于 学运跟 他自己的杂志 他没有去 所以他就 他就想说 好不那我就 自己作品过去 所以他就印了 用这个凹版印刷 他没有印印的照片 他就用 用凹版印刷印的东西 过去 寄过去参展 对 所以 大家现场看到那两张 就是1969年的那个时候 他为了 参展时候 去印的照片 印的海报 对 可是就是摄影奥版 对 可是 我觉得他 当然这个 我真的无法去跟艺术家求证 就是他当时到底对 不过我相信他对这个展览是正式的 不然他1971年就不会亲自还去到现场制作 是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当然我刚刚讲的东西 也可以稍微做调整一下 因为海报这个事情 大家听起来就好像 哇 就这样 可是 用凸版或是用凹版印的是不一样的 那是某种程度 就像捐印一样是不一样的 对 那是某种艺术家参与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要讲工厂的事情 不要讲Andy Warhol那时候大量 但是 他想要尝试材质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种 一种进步的想法 那好 再来就是说 现场有很多模拟当时 比如说巴黎这个 青年双年展的 展览的呈现的方式 就像刚刚讲的 一直不断的覆盖贴上下来 或是循环 那个时候现场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是很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哇 原来这些曾经在国外 很重要的展览场合的展览 在这个地方 台湾 官媒馆被重现了 借由ProVoke这个展览 就是 不只是ProVoke本身 ProVoke延伸出来的意义 里面的人 因为ProVoke影响 而做出来很多不同的尝试 甚至里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特别讲一下的 这可以算是雅记 你先这样做的吗 就是灯香这件事情 对 荒木经纬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酒喝多了 生产道道的狗 喝完一瓶了 生产道道的狗 他笑得好开心 对对 我笑得好开心 我脸都很红 好 生产道道的狗 你做得灯香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很特别 而且 我是这样觉得啦 因为 我知道雅记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雅记画廊 或是 甚至 也可以先从 这个官媒馆 这个展览 很大型的一个展览 去看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个好的画廊 就像我心目中 雅记画廊是这样子 雅记有时候会帮艺术家 重新再创作他的作品 对 比如说 灯香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以前曾经在 伊安画廊 那时候跟雅记合作 我的走着乔系列作品 雅记重新帮我想到一个 框的表辈方式 让他 既符合我原本 这个作品的脉络 又让他更精致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有意思 包括我们大概 要讲七等生也是一样 就是雅记常常在 他自己的画廊里面 让很多艺术家的作品 有不同的呈现方法 那这些呈现方法 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 这是我自己的揣摩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像 你发现了 深山道是可以不断突破自己 跟不断去尝试的 所以你永远 等一想这个事情 就像七等生这个展览 你回到了一个 你知道 他某一系列的画 他背后的文字 是多么重要 所以你让他背后的文字 揉落出来 这在很多 很多艺术家 可能都会在画后面 做一些记录 或干嘛 甚至作品 在很多美食馆运送的时候 后面会贴嘛 贴标签 我以前曾经在那个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展览很有趣 叫做No Music No Life 他集结 我还买那个专属 下次跟你分享 就是No Music No Life 用Tao Rek的那个名字 他集结了日本好几个 国立美术馆的展品 用一本字典A到Z 讲什么办展览 对 那其中悬挂 Hand In 就是讲什么挂作品 那他还特别在现场 展示出来一个作品 后面是什么样子 其实跟大竹生浪很像 大竹生浪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书 去展现作品背后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经典的元素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世界上 他的一个位置 跟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风格做对话 甚至进去的时候 这个年表也有提到 比如说黄花城 张道棠跟郑商锡 什么时候发表作品 那个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呼应 包括乐战什么 都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 而且还有把很多 那个时候 雅记 我听到他有害怕 雅记在展览还没展之前 那个时候我去你们画 就看到你们印了很多 那个时候的 杂志 杂志 就是真的是想要在现场 可以让大家去翻那些 当然可能不是原版 可能不方便 但是有很多那样的史料 又是图像 是史料 是文字 都集结在这个地方了 那就真的是很欢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完整的 而且又重新再做一个诠释的 一个provoker这样的展览 那就欢迎 展期到什么时候 展期到6月20 6月20 所以今天是4月15 4月15 对4月15 所以还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去看 对 欢迎大家 走进去 不要怀疑 就说我要看provoker 你不用排队 不用排队 然后就 我那天很开心 我第一天就去了 而且我是第一个进展场的 我真的 我外面一堆人在排 带来我每次 然后说 看provoker就不用排 没错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今天谢谢雅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